Nature Up主西安然 这里是我的新家 然后这一位 是我邀请的第一位客人 老巴巴 满天心 大家好 我是你们美丽可爱的老巴巴 今天我邀请到了可爱的巴巴 那么我们今天自然是要做一些 不一样的事情 那我们要去做什么呢 嗯 做什么呢 那就是 沉浸式化妆 在户外的公园网吧 她是想化妆 那种大川地心的感觉 我的脚都要抠出一栋别墅了 我好喜欢 好尴尬 那我们就一起出发吧 咕咕 好 等等 现在防疫不准出去乱跑 勤洗手 不聚集 戴口罩 少出行 抗击病毒 自觉防护 我们很努力 其实今天本来是想跟艾元 一起出去排个外景 给大家整点活的 但是最近上海的疫情 又有些苗头了 还是安全第一 对 上海这边已经有一些本土的案例了 不管大家在哪里都要注意安全 是的 好 那我们还是在家里面开始化妆吧 只能这样了 Let's go 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 等着你回来 看那套花开 这儿等着你回来 煲猪泡啊 为什么没有水的 等一下你应该要 冲一下 水费不用钱啊 什么 水费不用钱吗 他在那里面看 水费不用钱吗 煎 煎 水费 saber 水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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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 水费不 小防火 你知道这个意思就好了 谁会不要钱 其实今天要给大家做一个创意传达 大概是民国时期不存在的一种时尚吧 好 那么就让我们一起 穿越吧 来看看哪个 我们大胆地想象一下 如果汉族的服饰文化没有断层 那民国时期会呈现一种 多么奇妙的摩登时尚呢 我穿的里面是非常修身的旗袍 配上了非常漂亮的云间 这个外套的话是宋代常干似的一个背心 全方位展示一下 我穿的是唐代流行的齐胸衫裙 它这个设计是有用到蕾丝的元素 我们两个的发型都是做的手推波元素 但是巴巴这个发型它可不一般暗藏玄机 我结合的是唐代美女们最爱的高继 做了一个非常漂亮的融合 是的 那我们正式宣布 正片开始 即不知又一身距离 风已经而行不行 后悔又漆 却无碍可及 想一抹空留一个勇气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